大家好,我是乔乔妈 今天我们来做翠球饼 我们会用到粗粒小麦粉 英文名叫Semolina 它是把杜兰小麦粉磨至颗粒状得到的 杜兰在拉丁语中的意思就是坚硬 杜兰小麦是所有小麦中最硬的一种 它的特点是密度高,蛋白质含量高,筋度高 做意大利面就是用杜兰小麦 与普通小麦相比 杜兰小麦培乳中的类胡萝卜素 含量高出一倍 所以它的骨粒呈现出琥珀色 意大利面的特殊颜色 就是来自于它黄色培乳的颜色 粗粒小麦粉的质地 类似海滩上的细沙 我们要做的翠球饼的酥脆口感 就是来自粗粒小麦粉 你也可以用玉米粉代替 我们来和面 粗粒小麦粉 中筋面粉 混合均匀,打个窝 加热水烫面 这个翠球饼有不同的做法 为了让它鼓起来 有的加泡打粉的 有的用苏打水和面的 有和面加油的 我试过许多不同配方和面粉比例 最后发现我们只需要用这两种面粉 加上烫面法 就可以让翠球饼成功鼓起来 它有点像水泥沙浆 粗粒小麦粉好比沙子 带来酥脆的口感 普通面粉中的面筋网络就好比是水泥 有效地将醋粒小麦粘合起来 和我们以前做过的披塌饼一样 成功鼓起来的关键就是水分和热量 所以接下来只要我们的操作都围绕着这两点来做就很容易 揉6-8分钟 揉好的面不软也不硬 弹性很好 夹盖休息30分钟 再简单揉几下 分成三个面剂子 其余面团要夹盖保湿 抹一点油防粘 擀成非常薄 厚度要均匀 否则厚的地方下锅之后可能鼓不起来 厚度一毫米多一点 最好不超过1.5毫米 找个小瓶盖 乒乓球大小就行 要彻底压断 否则容易粘连在一起 所有剩下的面攒到一起还可以擀平继续压 炸之前盖部保湿 我们来炸饼 加油 木筷子测油温 迅速升起许多密集小气泡就可以了 油温180-200摄氏度比较好 190摄氏度比较理想 油一定要足够热才能下小面饼 我们需要瞬间的高温让它鼓起来 如果油温不够高 面饼外面炸干定型了 它就鼓不起来了 一浮到油面上 就用招里底压它 它很快就鼓起来了 一鼓起来就翻面 炸到微微金黄就好了 手熟之后你可以一次多下几个 我的经验是最好一次不超过六个 一次太多 油温瞬间下降快 铲子也来不及按压 就容易有鼓不起来的 出锅之后 热的饼要垫厨房纸吸油 摊开晾晾 热的时候不要螺在一起 否则饼容易变软就不脆了 彻底完全放凉之后 再放到密封盒里保存 当天吃是最好的 你可以甜一些你喜欢的食物 我喜欢加酸奶 酸奶丝滑柔顺的口感 与脆球饼酥脆干练的口感相得益彰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艺术就是爆炸 这么艺术的小吃 您一定要试一下 感谢收看 请大家把视频转发到 您的社交媒体上 来支持我的频道 欢迎您点赞和订阅 我是乔乔妈 我们下期见